音乐 哈喽大家好是KK 在自己搭建DIY草坪喷罐系统的时候 我们网网为了方便会使用自动喷罐定时装置 那么这些不同的水管钻定时装置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购买和使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我们今天就来仔细聊聊这些水管钻定时装置 这个绿色的ORBIT简易水管钻定时器是我在若干年前买的 那当时买来的主要目的是用来给CIDY做低冠控制 那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简易控制器 是因为这个控制器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定时操作 比如说它虽然可以设置当前的时间,控制单次打开的时长 但它对于设置两次灌溉的时间间隔却很是力不从心 它的间隔时间选择很有限 你只能从一天到七天或者是六小时和十二个小时里选其中之一 当然对于一些一般的盆管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用它来做灌溉草坪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设置在白天每三个小时自动浇一次水这样的频率 它不仅不能够设置小于六小时的间隔时长 它也没办法设置在傍晚跳过的这种场景 所以如果你种植的是新槽子,又没有家用智能灌溉的电控水闸 那这个简易的灌溉定时控制器可能就不太适合新种或者是补中槽子的朋友们 当然除了这点以外 这个OBIT的水管弹定时器的质量和耐用性还是很不错的 KK手里陆续买了两个,在很多场景里也是帮过我不少的忙 虽然它们是纯塑料的材质 上面和侧面还贴了警告不要使用在超过120华氏度以上的高温和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的场景里 但它们跟了KK这么多年,也依然功能蛮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在自然环境下防水工作也做得很好 就像我这样给它们洗个澡 也完全不会出现进水的问题 不过后续OBIT好像给这个同款定时器做了一个铜质连接件的版本 虽然比KK这个纯塑料的贵一块钱 但考虑到这个塑料连接件真的很容易在不断的拆卸过程中刮花 我觉得多花这一块钱买铜的也是值得的 接下来KK这里还有一个去年买的稍高级一点的 但有无线手机控制功能的水管暖定时器 牌子的名称叫做Rainpoint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一家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 但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下来的整体感觉还是质量很不错的 我当时之所以买这个 是因为它不光可以使用手机远程控制开关 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保存和触发一系列的简易喷灌策略 就比如说你不仅可以详细的设置每一次的喷灌时长 还可以保存多个喷灌策略 可以让它根据你家里的位置来判断当天时候下雨 还可以让它自动跳过或者是延迟由于下雨所造成的过度灌盖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适合家里一段时间没人 从而没法照料花草浇水的问题 你只需要在水源处系好这个定时器 设置好每天灌盖的时间和两次灌盖之间的间隔 那无论是花草还是菜地 就突然变得方便了很多 目前为止一年使用下来 除了这个东西一开始连接有点麻烦 还需要熟悉一下手机APP的操作方式以外 貌似也没什么抱怨 它也是像Obit一样可以轻松应对风雨和日晒 不过由于它需要连网才能工作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它不能离连接的中央控制器太远 这个中央控制器不需要放在室外 它其实也是可以插在房屋内壁上的某个电源插座上的 我尝试过这个控制器插在车库 而定时器接在外墙的水管上 信号和功能也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另外当你有了一个控制器之后 就可以单独买它家的定时器了 可以做到依托多 那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 KK反而觉得这个reimport就更有性价比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些水管段控制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这些注意事项 适用于所有类似功能的水管段监视器 不仅是针对这两个品牌 当然这两个品牌也跟KK的频道没有什么合作关系 首先 这些水管段控制器会明显降低 或者是削弱你的出水水压 这可是由于这些控制器的物理结构所决定的 一般来说 为了保证体积的小巧 这些水管段控制器的内部水流结构 会被设计的非常狭小 它们往往并不是为了大流量的喷管场景所设计的 相反 它们更加适用于小流量 低水压的菜地 花坛等等这类的使用场景 如果你使用这类的定时器来制作你的DIY地面草坪分灌系统 那么你的系统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KK尝试过在不接水管段定时器的时候 串联三到四个Rimber的转子喷水阀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如果使用了水管段定时器了之后 能满负载工作的转子水阀就只剩两个了 这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看到过太多的朋友来问我 为什么我串联出来的草坪分灌系统不太好用 那其中90%的原因就是因为各个环节的水压衰减 大家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其次 由于这里的定时器内部结构绝大多数都是塑料材质 包括控制开关的水阀 也都是弹力装置 所以你不能够把它们想象成你平时使用的铜制水炸 或者是地下喷管水炸一样的耐压 大家要尽量避免这些简易控制器长时间工作在满水压负载的情况下 还是那就好 这类的水炸其实最佳的使用场景是弱压的环境 大家要养成经常检查各个水阀健康程度的习惯 否则等出了水费证单的时候 流到的水可能够买上一筐水炸的钱了 那希望本期视频内容会对大家所帮助 进入夏天了之后 我们也要开始进入一年里最困难的季节了 No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